维护一块足球场的草地一年究竟要多少钱 答案是数千万台币以上 以欧洲最高等级的五星足球场为例 每年维护的费用就高达数百万英镑 换算台币约5000万至1亿元以上 足球比赛是身体对抗强度相当高的运动 每场比赛球员在场上穿着钉鞋大规模跑动 冲刺、击杀再加上铲球 对草坪的消耗相当巨大 也因此大多数比赛后都必须重新种植新的草坪 为了确保草坪日照充足能够顺利生长 还必须安装足以覆盖球场大规模的光合灯 同时加上喷药避免病虫害 最后再精心修剪一番 让草坪的高度落在约3-5厘米左右 不仅如此 为了维护那块赏心悦目的绿鹰球场 球队都聘有专业的草坪修剪师与球场管理师 甚至欧美的大学还有开设针对球场草坪的科系 使草坪研究逐渐走向科学化和数据化的时代 好的草坪可以保护球员 减少受伤的几率 各大足球场也十分重视相关设施 除了上方的草坪每天都要维护之外 下方使用的也不是一般泥土 而是由95%的鲨与5%的土混合而成的 以此来形成良好的排水系统 即便倾盆大雨也可以将水快速排走 像是欧洲一些比较寒冷的国家 还会在球场下方安装地暖系统以避免结冰 说到品质 英超可以说是全球最权威的代表 英格兰组总对球场的要求极为严格 早在1934年就成立球场管理委员会 每周对各个球场进行评分 并在赛季末办发年度最佳草坪奖 而善于保护草地的英超豪门曼联 也曾在2019和2021年两度拿下这个殊荣 成为球队近5年来拿到的唯一奖杯 不过上面所说的是全世界最高等级的足球场 如果是一般职业联赛的草坪 造价大约为500万台币左右 每年维护的费用落在500万至1000万元 假设不好好保养球场 放任草地自由生长 那很快就会杂草重生 下雨后球场积水 足球就会变成水球 最后就是整块场地报销 再来 我们常在转播中看到深浅绿色交错的草坪 为什么颜色会看起来不一样呢 我们下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